01。狄更斯在《双成记》中写道,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,这是智慧的时代,这是愚蠢的时代。不论在什么时候,幸福和不幸都会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。做得好,有准备,那幸福就会不期而至,而做得不好,没有准备,相信我们就会深陷于痛苦当中。 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形式,你有什么感觉吗?只要是做生意,或者经常在商业股市中来回奔波的人,就会明白,危机是必然的,而机会也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,如今的风险有很多,未来的风险会有更多。 只不过,如何规避风险,甚至将风险转变成机会,那才是我们智慧的体现。特别是对于即将退休的60后和70后来说,在未来几年过得怎样,在未来十年过得如何,终究是你我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 所谓富人思来年,穷人想眼前。富人和穷人最大的差距,就在于富人懂得思考未来,而穷人只会固守当下。结果,只能是穷人越来越倒霉罢了。 对于即将老去的60后和70后来说,未来几年,我们理应做好这几个准备。 02.准备一,静观其变,闷声发财。 如今的世界大环境,其实不怎么好,失业的失业,破产的破产,工资降低的降低,但是,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。 我们所能够做到的,只能是明确自己的定位,看清楚现实的差距,然后接受这残酷的现实。 要知道,人无法改变现实,就只能接受现实。 对于有钱人来说,在危机中找到机会,那是很正常的事。 因为他们有资本,有人脉,有能力,也输得起。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,根本承受不了任何的打击。 因为他们没资本,没资源,没人脉,很难东山再起。 这个时候,普通人最好的做法,就该是静观其变,然后默默地发展自己,闷声发财。 有机会的时候,我们要抓住。 没机会的时候,我们千万不能冒险。 要知道,在安稳中谋求发展,才是云云众生的基本要求。 03.准备二,擦亮双眼,不当韭菜。 曾经认识过一位老板,他跟我说过一句话,任何商业的本质,都是割韭菜。 割韭菜这件事,那是有资本的商人的习惯。 而被割韭菜的那个人,有可能被人卖了,还帮着别人数钱。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韭菜,有倒是只原生在此山中。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,自己不会当韭菜,最后却成为了别人上位的垫脚石。 别说收获了什么,有可能啥都得不到。 就拿做项目这件事来说,有些人相信身边人以及亲戚,认为他们提倡的项目,就是好项目。 可实际上,有些项目都是唬人的,赚快钱才是背后的真相。 人老了,千万不能被任何人所糊弄。 要知道,钱在自己的手上,那才是关键。 而钱不在自己的手上,那才是一切悲剧的开始。 04.准备3.切勿透支,保命为主。 单位里面有一位欺凌后,还未到48岁就离开了,只留下两个孩子和赚不到钱的妻子。 全家人都陷入到了贫穷和悲苦当中。 在这件事里面,即是深受苦难的,不仅是离开的那个人,更是依旧活着的妻儿老小。 不论是男人,还是女人,上了一定的年纪,能不要那么拼,就不要那么拼了。 要知道,身体才是大问题,健康才是不断发展的本钱。 透支自己的生命去工作,那是特别愚蠢的行为。 你每天都透支健康去工作,然后一个月多赚个几千块,到最后,可能你连医药费都给不起。 尤其在这个万物暴涨,工资不涨的年代里面,身体比钱财重要多了。 有好的身体,就是在存钱。 而没有好的身体,家庭将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奔五的七零后,要逐渐关注健康了。 奔六的六零后,要好好养生了。 保命,才是正道。 奔五,准备四,为自己的心点一盏灯。 未来,暴雨昼降,要懂得自己给自己打伞。 未来,领冬将至,要懂得自己给自己添一。 未来,黑夜降临,要懂得给自己的内心点一盏灯。 一切,都需要依靠自己。 而依靠自己的前提,依旧需要给自己点一盏灯。 这盏灯,就像长夜的灯火,足以照亮整个夜空。 为什么我们要谈及心态呢? 很遗憾地说,很多人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, 觉得,寒夜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可是,谁也不知道这些危机什么时候发生。 我们只知道,把当下活好,给自己一些希望, 减少不必要的自我内耗,那才是越活越幸福的开始。 未来,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, 但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。 美好和不幸,终究是并存的。 只不过,心态好的人,可以无限地触碰美好, 而无限地远离阴暗。